海啸过后 班达格兰县及南榜的许多避难中心 还在等待外界的援助 在万丹省苏木尔镇 这里是重灾区 在道路无法通敌的情况下 刺激震灾团要进入这里 实在困难重重 灾后第三天 志工成功抵达苏木尔 经过勘灾 决定在此展开物资发放及医疗援助 资灾物资从雅加达直接运进苏木尔 初步发放 志工带来了饼干 毛毯 还有清洁用品 另外一组资灾团 16位刺激医护人员分头来到苏木尔镇的国立三号中学 展开议诊活动 当天加会了81位灾民 大部分的病患有呼吸道感染 胃炎及皮肤炎 志工及时的援助给了灾民走下去的力量 让他们尽快走出伤痛 重建家园 大海新闻威力 恩德拉 一名裁缝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